我们中国大陆 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的品质 显然超越 台湾以选票为中心的制度 台湾所谓的民主 经过了多年的异化变形 与政治理想渐行渐远 未来民进党会持续推进去中国化 我们能用什么方法 来消除其负面影响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为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 也读懂世界 1月13号台湾地区 进行了领导人选举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通过这样的一场地区选举 来观察台湾地区 同时我们也一起来讨论 大家都很关心的台湾问题 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的院长 张伟为教授 欢迎 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请到了生长于台湾 成长于台湾的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雷倩老师 欢迎 先把演讲的时间交给两位 然后开启现场对话 有请张教授 2024年1月13号 台湾地区进行了领导人的选举 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对这场选举的观察和思考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那么这次选举的结果和之前多数两岸问题专家的预测 没有太大差别 民进党得票率是40.05% 国民党得票率是33.49% 柯文哲的民众党得票率是26.46% 简单地说就是民进党的40% 对峙国民党加民众党合在一起的60% 结果是40%赢了 这种结局似乎有点荒谬 但这就是台湾选举中多次出现的情况 早在2000年那场选举中 蓝营被李登辉分裂了 结果陈水平以30%多一点的票就当选了 从选举制度的设计来说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我认为似乎更加合理 也就是第一轮候选人得票如果低于50%的话 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这样一来分裂的反对派 往往会抓住这个机会重新整合 结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但现在台湾的政治生态已经高度的激化 进行选举程序的改革是难以想象的 结果只能是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这背后是我叫做 以选票为中心的西方政治模式的危机 在这种模式下 不同的部分利益党竞相争夺选票 而每个政党都力求保住自己最关心 叫关键的票源或者叫基本派 对基本派以外的其他群体的利益 要么是视而不见 要么是开一些空投支票 与此相反 在我们中国大陆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模式 以绝大多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依规 我们这个模式使中国大陆得以以人类利益上最快的速度 全面的崛起 也使绝大多数大陆的民众成为这个过程的受益者 我个人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的品质 显然超越以选票为中心的制度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岸的发展情况 台湾的经济规模曾一度占到大陆的规模的45%左右 但从30多年前的所谓民主转型开始 这个比重就一路下跌 跌到现在的4%左右 再是根据美元官方汇率计算的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 估计会2%左右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不久前的一个报道 台湾选出的2023年的代表字是缺 缺氮 缺电 缺水 缺药 缺安全等等 这正是台湾多数民众希望下降民进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然而国民党不争计 选举程序也不给力 结果少数党仍然得以继续执政 那么台湾这次总投票率 据我看到的报道是69% 也就是说100个选民中69个人投了票 而民进党拿到的实际上是69人中的40% 也就是总选民的28% 依此类推国民党是23% 民众党是18% 什么叫少数人的民主 这就是少数人的民主 什么叫不分立于党政治 这就是不分立于党政治 这样的制度怎么能不一路走衰呢 我由此而联想到 今年将要举行的美国的大选 美国选举的总投票率 一般不会超过55% 所以美国你死我活的党政 也是为了确保能够获得 55%的参选选民中的 51%的选票 也就是说55个选民中的28 29票 由此可见 以选票为中心的政治制度 以我们讲的真民主 实质民主 人民当家做主等等 可谓分马牛不相及 也有人说 我这个就是民主啊 因为我们的民主制度 就是这样设计的 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世界上所有自称为民主制度的 都是民主制度 因为他们那儿的做法 也符合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 台湾人口才2300万 比上海还少 但现在是社会深深地分裂 族群高度对抗 民粹主义盛行 经济严重滑坡 多数人的实际薪酬 二十多年没有增长 就像我2011年 与历史终结论的作者 福山先生辩论的时候说过的 我说西方这种民主模式 日趋衰落 甚至没落是必然的 它可能只是人类历史 长河中的昙花一现 我当时还这样说 我说你美国这个民主制度设计 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 你们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 否则你们会选出比小布什 还要糟糕的总统 美国的国运也将一路走衰 这不就是过去十多年 美国所经历的一切吗 当然今年美国还要再经历 这样的劣质民主 美国民主党的人士已经发生了 如果特朗普这次当选的话 美国可能会变成 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 其实2021年 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就显示了 今天72%的受访的美国人 也认为美国民主 不再是世界的榜样 那么从这次台湾地区选举中的 当选立委的这个组成来看 民进党是拿到51席 国民党是52席 民众党是8席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 意味着国民党成为 所谓的立法院的第一大党 这种状况又被描绘为 叫做朝小野大 也就是说朝廷的势力小 蔡野的势力大 很多人认为民进党政权 进入了跛脚执政的局面 但我认为 我们不能高估国民党的力量 毕竟在2008年的时候 蓝营立委的总席次 曾经高达81席 国民党当时还是完全执政 但后来国民党还是一步步 败下阵来 坦率地说 今天的国民党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政党 早把孙中山先生的 民族民权民生 丢到沟里去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 国民党候选人不讲理念 不讲路线 投票前两天 马恩久先生接受外媒采访时 说了这么一话 就两岸要和平 我们要相信大陆 领导人要相信大陆 结果侯友宜立马 与马银九切割 不邀请马银九参加 国民党最后一次 拉票集会 我想这很能反映 今天国民党 这种上魂落魄的败象 从三个政党选举 造势的活动来看 蓝营活动的参加者 年长者居多 柯文哲的白营 则是年轻人居多 而绿营则是老中青都有一些 本来国民党期待出现 所谓叫做气宝效应 也就是说支持柯文哲的人 最初发现 民众不可能出现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选票 转投给国民党 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显然台湾年轻人中间 反整个建制的比较多 他们眼中的民进党太贪 他们眼中的国民党太迂腐 很多人都把票转投给了 我个人认为 有机会主义性质的柯文哲 本质上一个没有灵魂的政党 怎么可能吸引年轻人 当初国民党连阻止台湾教材中 去中国化的勇气都没有 结果是台独势力 得以误导一代年轻人 国民党今天也只能自作自受 我不又回想起 2013年3月 我的好友 台湾著名政治学者 朱英汉教授 他邀请我去访问台湾 我们当时讨论过一个问题 就回望台湾的这个 所谓民主转型 当初有没有可能选择一条 以协商民族为主 而不是选择美式 对抗性民族的道路 他说非常难 因为台湾政治精英 和知识精英的眼中 只有美式民族 再加上一批人过去 被国民党迫害过 他们对抗性非常强 而且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 他把我介绍给台湾政治学的 泰斗级人物胡福教授 我们相聊圣欢 胡福先生虽然是一位自由派学者 但有强烈的民族情怀 他反对台独 支持国家统一 他握着我的手说 一位神秘的大陆朋友 送给我一本你写的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性国家的崛起》 我读后也受到了震撼 我一直期盼着 有一位中国学者 能写出这样的著作 现在终于有了 我非常高兴 我说看到您81岁高龄 身体如此硬朗 外十分高兴 他说心中有民族力 人也延年益寿 胡佛曾经参与推动 台湾的所谓民族转型 但当他看到这种转型 带来了台独势力 日以猖獗的时候 他开始旗帜鲜明地 站出来反对台独 他告诉我 那些披着民族改革外衣的人 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玩弄特权 搞分赃政治 扭曲法治 迫害政敌 操弄民粹 掏空了民主的实质内容 他还谈到孙中山与胡适的最大的不同 他说孙中山先生是完整地认识到三民主义中的三个方面 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中华民族无法获得自由 无法获得独立 那么所谓民权民生就没有保障 所以胡佛先生不能接受只讲个人自由 不讲民族独立的这种民主观 他认为这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虚无主义 甚至就是代表西方是一种文化买办 他反复告诫台湾的政治人物 如果割断了台湾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那么台湾将变成十根的兰花 只能随波逐流 任由国际强权摆布 今天回头看 他的这些见解都是相当深刻的 一点也不过时 同样 今天大陆人民对台湾选举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 大陆百姓的普遍感觉是 无论哪个党上台 要么是民独要么是暗独 一起让暗独利用九二二共识 来蒙骗或者忽悠大陆 还不如让我们直面民独的挑战 尽快下决心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从大陆百姓的视角来看 作为国人所不齿 是台湾这三个政党 都是以美国为马首使战 其实这个世界 我一直说早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今天美国的软硬实力 几乎在以肉眼可以看见的速度在下滑 就硬实力而言 美国拱火引起的乌克兰冲突 但美国自己似乎已经打不动了 打不动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了 因为长期沉迷于前人前的金融游戏 导致大规模的去工业化 我们看到资料是 俄罗斯一个星期使用的弹药 美国有时候一两年都生产不了 那么就软实力而言 美国也是开年不利 这边是罗里岛爱布斯坦丑闻 扯掉了所谓民主法治和西方权贵的哲修部 那边是美国国防部长 进了ICU 居然总统也不知道 五甲大楼也不知道 这种国家之类的乱象 令人发指 更不要说刚刚交付的波音飞机 交付才两个月 一上天就掉了舱门 使人不得不质疑 今天美国制造的质量 及其背后的企业文化 当然还有巴以冲突爆发后 美国政府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 无视巴勒塞人民的生命权 唯一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所不齿 虽然美国还在亚太地区 极力地拼凑各种反华联盟 但西方世界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待了 这些所谓的盟国 心里都有自己的算板 一旦面临真正的冲突 绝大多数都是靠不住的 怎么能指望美国 这么一个泥族巨人 这些所谓的盟国 到台湾海峡 为台独势力卖命 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可能注意到 大陆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们对许多重大挑战的处理方法 都是先让子弹飞一环 甚至让它疯狂一环 然后就开始 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 比方说 港独势力曾经猖獗一世 但2020年 中央通过港区国安法 等一系列举措 釜底抽薪地解决了 港独的挑衅 同样 网信诈骗 曾猖獗一世 但2023年 我们多管齐下 通过强大的软硬实力 釜底抽薪地解决 免被网信诈骗危机 现在民进党在选举中出现 台独实力又开始兴奋起来 但我想不久的将来 我们也将多管齐下 通过强大的软硬实力 釜底抽薪地解决 台独的挑衅 早日实现 诸国的完全同意 好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下面请海南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雷倩女士 给大家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我想从一个台湾出生的江西人 长期在欧美媒体科技金融的结构中工作 过去20年参与两岸事务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一些台湾的深层结构 自15世纪以来 在中国与东西方海权国家碰撞中 台湾因为地理位置与资源 先后成为了西班牙 荷兰 与日本殖民者的贸易和资源基地 19世纪中以后 另外一批的海权大国 则因为军事价值而觊觎台湾 在史料中 他们指出台湾军事位置重要 物产丰富 最重要的是与清廷的关系疏远 可以从清朝统治中剥离 成为他们的基地 21世纪的西方列强 最近几年忽然口径一致地 在各种国际场域中称颂台湾价值 说明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分立 讨论台湾科技在世界供应链中的重要 它底层的逻辑 难道不是正如19世纪的海权国家 他们核心的关切 岂不也是中国的崛起吗 我深知今天大陆的观众和网民之间 对于台湾的有些人 主要是政治人物 不认同中华民族的血脉 中华文化的道统感到愤怒 但是或许我们 需要小心西方海权国家 长期布局中的台湾陷阱 并且认知到日本殖民者 现在在台湾的代理人 他们的作为与说辞 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台湾经验 与所有的台湾人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 朱云翰和胡佛老师 我和胡老师的另一位大弟子 周阳山教授有幸 多次到胡佛老师的府上 常谈敬业 如果你只看现在的西方和台湾媒体 可能会误以为1945年台湾 在日本统治者离开之后 只经过了228事件跟白色恐怖 快转了60年 忽然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 从此人民过着民主自由 幸福繁荣的日子 一笔勾销了中间几代人的努力 这是2016年蔡英文就职典礼的主要表演 真相是1945年到1949年 台湾迅速恢复了日人离开的时候 破坏的电力系统 稳定了经济和商业机能 建立了医疗和教育体系 其后 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 出口贸易转型 十大基础建设 高科技产业发展 这些正面的台湾经验 都发生在2000年以前 没有一件是民进党完成的 至于开放暴禁 党禁的政治民主化 真正的推手 是胡佛老师这一辈的历见领袖们 他们虽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但是共同奔走倡议 希望能真正实现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规划 当然 他们当年无从想象 现在的民进党 会假民族自由之名 大四行威权 斗争 剥夺人民权力之时 不过 民进党的前主席 许信良 施明德先生 先后黯然离开 也间接地说明 对民进党失望的 不只是胡佛老师们 盘点民进党两度执政 在陈水扁阵内 忽然停建核资 重创台湾经济 319枪击案摧毁了公平选举 他第二任挑起族群对立 掩盖个人和家人的贪腐 召唤出红山军倒扁的狂潮 在蔡英文任内 借着前瞻计划 新公安疫情等等 成立各种公司 挪移预算 加转型正义之名 成立各种单位 剥夺人民的权利 更以改革为名 赤裸裸地改变 退休军公教人员的 退休给付 掘夺清朝以来 农民在农田水利会 名下的巨额资产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所以民进党 现今被美国人吹捧的 民主 自由 人权 经不起现实的检验 因为他们的执政 已经将台湾变成 没有自由的民主 更在贪腐中 摧毁了台湾良善的 社会文化根基 刚刚结束的2024选举 固然是对当下 各政党的体检 更显现了台湾 所谓的民主 经过了多年的 异化变形 与孙中山先生 人民有权 政府有能的 全能区分 更与经由选票 能够选嫌与能的 政治理想 渐行渐远 过去数个月 台湾各种 中国戒选 或美国戒选的 报道中 我们不难看出 两岸究竟是 内部矛盾 还是敌我矛盾 是一条最深的 意识形态鸿沟 令台面上的 政治人物 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在竞选 最白热化的时刻 竟然有一位 北一女的高中国文老师 欧贵之 用最直白的语言 挑战了民进党 去中国化的作为 第一次 所有的候选人 以及政府首长 都必须正面 回应这个议题 欧贵之并不是特例 台湾各界 有许多反对民进党 亲日去中作为的志士 他们或许 没有台面上 政治人物的 媒体不光度 或者是网络声量 但是在推动 去中克刚的 杜正盛对面 有更多反对 去中克刚 无耻克刚的 欧贵之 段馨怡 吴昆才们 在声称 钓鱼台是日本的 李登辉对面 有更多集结 在钓鱼台教育协会 旗帜下的陈美霞 和宜兰的渔民朋友们 在歌颂日本殖民者的 赖清德对面 有更多当年 抵抗日本殖民的 抗日制式的后人 他们才是 真正的台湾人 胡佛老师曾经说 台独是不道德的 眼下台湾新选出的 领导人 在胜选时引用了 民主对抗 威权的选择 不会转向 不会走回头路 等等高度象征性的 辅马 呼应西方铺牌的 价值对抗 但是在中国大陆 成功地走了 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正借着一带一路 与全球三倡议 领导全球南方 改变世界格局的此刻 我相信 我相信今日的中国 已非当年的清廷 有实力改写西方铺牌的战争剧本 更有智慧也有能力 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 到那日 期盼台湾在中国与东西方海权 国家碰撞的几世纪以来 一切所经历 所孕育出的 以中华文化为底蕴的 多元并蓄台湾特色 能够成为民族复兴的助力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 本节目是由 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 国园特约播出的 刘老师一位土生土长 在台湾地区 所以我想先从宏观上 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就这一轮跟以往的那几轮的 投票率相比 有什么变化 这一轮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是 当你有三个可能的候选人 而且人人都知道 是未来的选择的时候 照理说他的投票率不该那么低 对 那同时在最后的选民结构里面 民进党它丧失了 大量的年轻选民 民进党的选民 在每一次的民调里面 年纪比较长 小学程度为主的这些选民 是非常固化僵化 绝不摇动的 所以剥离出来的 去支持白银的 绝大多数年轻选民 所以简单说 我认为这一次 与其说是柯文哲召唤了年轻人 不如说年轻人选择了柯文哲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即便柯文哲是马文哲 李文哲 年轻人可能也会做选择 因为他就是不喜欢那两个阵营 他要换一个新的 是的 就他们给赖清德和侯友宜的 这个支持度都非常低 都没有超过20% 我估计很多台湾人都感觉 因为前面有很多分析 就是肯定是民进党领先 所以你改变不了这个现状之后 他觉得没有意义了 我投票干什么呢 所谓的那一票 根本也改变不了整个趋势 所以就不投 对 好 那我们既然已经说到 年轻人的议题 我们就继续来讨论 因为看一下年轻人选择非常重要 台湾的年轻人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 我认为这一次的年轻人 比较特别的是 更多的人决定去参与政治 比以前我们所观察到的要多 但是他们决定参与政治的 主要的诉求是改变 他们是不是很明确地知道 要改变什么 他们知道他们不要什么 我也认为说 在任何一个体制里面 提出改变的方向 本来就是政治领袖的责任 他必须要给一个 未来蓝图的规划 去让年轻人 或是一般的选民知道说 我要带领你往哪里去 今年恰恰是在这个部分 完全复之缺辱 从三四月开始 一直到十余月底 通通在讨论什么人选 讨论蓝白合不合 压缩了所有讨论 未来方向 跟政治议题的空间 所以你看 即便站在选举政治的 这个逻辑上看 像这样的做法 它都是非常短视的 因为你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来吸引选民 但刚才雷老师 说到一个观点 年轻人比较在乎的是改变 那我想听听您平时 对台湾年轻人的观察 他们在期待什么 我二十年前回台湾 当时他们告诉我说 台湾的年轻人 都是在追逐自己的小确幸 希望开一个 非常文青的好咖啡厅 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我回我的母校 台大去演讲 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想要干嘛 很多人举手跟我说 要开咖啡厅 确实是这样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未来 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机会 所以他们决定 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选择自己认为最自在的 安身立命的一种 未来的出路 所以也不能说他们不对 但是我想做一个对比 是05年前后吧 我有一次到北大去 毕业生协会的那些干部们 他们带我去看魏明湖 在路上走 我就问他说 你们北大学生都关心什么事 这几个孩子看了 我觉得我很傻 他说我们是北大的 当然是金氏寄民啊 所以在同一时间 北大的学生在讨论金氏寄民 台湾的孩子在讨论 自己的文青咖啡厅 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是1980年大学毕业的 当时我们虽然是在台湾生长 可是台大的孩子 当时在问自己的是 中国往何处去 不是台湾往何处去 我们思考的是在 中国的大未来里面 我们自己有什么角色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孩子 在目前的状况中间 他们进入了一个 比较狭小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一部分是事实的 有一部分是媒体所塑造的 有一部分就是他们欠缺了 前面像张老师 像胡佛老师 这些领路人 把他们的眼光打开 让他们知道 21世纪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纪 以前的台湾的精英 是精略中国的 在清朝的时代 那现在的台湾孩子 为什么留在一个 那么小的世界 我自己觉得非常遗憾 我看了最后一场 国民党 这个何有余他们的记者会 本身就是格局的问题 何有余非常明确说的 我们就是根据民调 大家关心什么就算什么 用当年毛泽东主义的话 就叫做尾巴主义 就跟在群众的后面 政治家是叫leadership 但现在民进党好 国民党好都没有这个了 所以严格讲这些年轻人 他们希望新的面貌 但是找不到领袖 真的 他们是希望有一场革命 但是没有革命导师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包括这么多年 民进党的这个 对教材的改编 可能不断地让 这些年轻人的视野 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就像张老师说的 可能年轻人的活力 内在是有的 但需要一种激发 需要一种引力 所以我们就特别关心 台湾岛内的年轻人 您觉得他们有没有机会 再打开视野 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 有历史感的人 完全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 关不住的世代 对 就算民进党关掉了中天 他关不到网络 同时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是很优秀的 对 他们自己会去寻找 他们的出路 对 在我的那一代呢 不是去日本 就是去美国 后来的一代呢 很多人去欧洲 现在的一代 很多人选择 到了中国大陆的 不同地方发展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 是叫天然独 就像台湾的年轻人 受了民进党的影响 包括这个教材的变化 这个比例非常高 但现在 足不足开 有一个叫天然独 就是有些这个年轻人 就是 他越学历史越明白 越看现实越明白 随着中国大陆 更强势的崛起 让台湾民众更了解 但这个需要时间 另外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 强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反腐叫 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这台独也是要这样 不敢台独 这个我们现在做到了 公开讲台独 就是灭亡 然后呢 不能台独 这个就是要一系列的安排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要加强的 就制度安排 不要你从美国 买了什么武器 我们这个惩罚措施 马上就上去 该演习就演习 该封锁就封锁 这叫他不能读 最终呢 软硬实力 是他不想读 对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 这次的台湾地区的选举 您刚才演讲当中 也说到了 它所谓的立法机构当中 它是一个 朝小野大的一个格局 像这样的格局 会对后续 比如说台湾地区的治理 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就是如果你看 全世界的这个政党政治 采用西方政治模式 一般虽然这种情况的话 总体上就是政府 是波桥政府 就是它的政策的执行力 或者是推动力 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专门去那个立法院 旁听过不少时间 集市区的时候 就发觉官员 几乎一半时间 都在立法院 回答各种各样问题 所以我就老调侃 台湾那个 接到这个机场 那个五十多公里的 地铁花了二十年 现在这种制度安排 更困难 那么现在 大家比较感兴 就是柯文哲 这个民众党 他有巴西 这巴西能不能成为 关键少数 我做两个观察 首先是要跟大家 说明的是 我们的立法权 是一个被阉割的立法权 台湾的立法部门 只审预算 没有办法去主导 它的实际的支出 陈志明时代的有一年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预算到十一月 都没有过 但是他们照样 政府天天开门 照样运作 因为经常性的预算 可以使用 业务性的预算 它介之 所以在一个比较有限制的 立法权里面 就是要看执政者 愿不愿意接受监督 那第二点 就是说在我们的结构里面 有八个不同的委员会 就是对着不同的部会 去做一对一的对应 所以刚刚好 民众党有八席 它有两种战略 一种是我八席 都分配各一个 因为两个政党 都需要跟它合作 所以它至少每一个 可能都可以得到 一席召集委员的位置 召委在我们的运作里面 非常重要 它排议程 它可以决定 邀请哪个官员 到立法部门来备训 所以说 它可能会有超乎 它的八席的权利 第二个是 如果到了委员会 大家协商没有结果的话 就会出委员会 进入一个叫做朝野协商 它的力量就更放大了 因为一个党只有一票 民众党的八席也是一票 它就变成三足鼎立了 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 它都会有超出 它八席的影响力 那这个时候就看 它现在的规划 它可以玩得转 现在这些制度里面 对它有利的部分 雷老师把这个分析得非常透 也是给大家介绍了 台湾地区的这个政治生态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您觉得 对台湾地区的未来来说 特别是这个民众党 这股力量的发展 它会把台湾带往哪个方向 白银是一个制衡 绿银的一个力量 尤其是年轻人 但是他心得 它的核心没有变 当他说 我的路线不变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一个 高度的亲日的一个路线 而且是一个高度的 福音美国的方向的路线 而且也是一个高度 仇中的路线 对 大家也很关心 因为这个台湾问题的背后 是中美关系 因为美国2024年 要进行总统选举 比如说假如是特朗普的话 在特朗普的 对台湾的一些政策 他的思路之下 赖清德会不会做出一些 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你看特朗普本人呢 我觉得他本质上 是一个美国孤立主义者 他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国力已经不行了 应该尽量地往回退 对 你要叫我帮助给钱 否则我不帮你的 他得把这个变成生意 所以很可能 先是极限施压 然后跟你私下谈 谈一个交易 用台湾这个台独话 就出卖台湾了 但是共和党里边 极端的右翼 支持台独力量非常大 所以究竟是特朗普自己 假设他当总统之后 自主权有多大 然后周边的共和党人的制约 有多大 党派推动 我比较主要的观点是 特朗普绝对会是一个 战略收缩者 对 那他如果收缩的话 他势必需要去管控 印太整个的大战略 而不会像现在用他的五眼 再加上了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去继续不断地扩张 那如果在这个战略 收缩的角度来看 赖清德刚刚说 他有没有可能铤而走险 我觉得不会的原因 并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没有实力 就今天他如果真的铤而走险 他马上就要面对 中国大陆的庞大的实力 这实力还不光是军武的实力 是国际上面的经济 金融 外交 军事所有的实力 所以他应该被匡列在一个 比较小的范围之内 现在台湾的老百姓 还真的相信 如果有军事冲突 美国会派兵来保护台湾 美国会来救我们 所以如果真正地 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台湾的老百姓 可能会非常大吃一惊地 发现他们所相信的美国 居然不是他们 曾经被民进党所带领 而承诺的这些部分 因此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 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是要让大家看清楚 就像苏西老师写的书一样 是在中美两个大国 所界定的世界格局中间 我们来讨论台海问题 对 我们现在有个概念 叫信息检防 从刚刚李老师介绍 其实台湾相当多的民众 他就生活在民进党 包装的一个信息检防里头 特别是对这么重要的议题 好 现场有那么多年轻朋友 大家都非常关心台湾问题 我们来看这边 哪位朋友有提问 来 欢迎来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上海大学 马理论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那么我是关注到 在这轮选举之后 台湾的经济实际上 也受到了影响 大量的外资撤离 在此前 大陆方面也宣布了 就是部分终止 ECFA下面 对台湾的关税浪力政策 那么我想请问 就是在赖清德上台之后 根据台湾的经济现状来看 如果失去ECFA的话 那它会有新的替代吗 谢谢 请坐 非常好的视角 因为大家关心台湾的经济名声 因为ECFA的签订 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上的 那么民进党现在 否定九二共识 这九二共识 这四个字是苏其其的 是两岸可以签订ECFA ECFA给台湾带来的好处 是巨大的 就是你看 如果你算一下贸易顺差 去年大概是八百多亿美元 那么现在趋势是朝着全面终止 因为你这个基础已经是不存在了 我们给你这么多的顺差 拿到美国去买武器 对 我看过一篇文章 它就说中国其实对很多地方 它都有顺差 因为我们的这个生产能力那么强 但是唯独台湾地区 对我们中国大陆地区 它是顺差 所以想问一下 这个ECFA未来 如果它终止的话 它对台湾地区的经济 大概会有怎样的影响 周老师刚刚提到了 它的过去的历史背景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再谈ECFA的早收清单 这个部分 其实大陆在很大程度 同意了台湾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说 有一些产业 可不可以给它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相对优惠 第二个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考虑到 双方的经济的条件的差距 第一个是劳工不能开放 第二个是农产品最好 不要影响 那么还有第三个 就是有一些 这个大的低阶的 那个工业门类 不要影响 这三点 其实中国大陆都同意了 所以就并没有要求 对等开放 两边体量的差异 已经做了一定的处理 那今天如果它全面终止 那立刻就会面对到 全世界无情的冲击 还有无情的竞争 那么第二个呢 真正的影响是就业人口 以及产业发展的未来 台湾的前沿产业 包含了高科技的 研发制造的这些东西 过去就是因为 跟中国大陆 在一个产业链里面连接 所以他们开发出来的东西呢 有中国大陆的大市场 然后就一起去经略全球 如果这个中间斩断了 那这些前沿的产业 他们就永远就留在实验室里面 留在一个非常小的格局里面 所以我认为它对台湾的经济影响 不单是今天的就业 是今天的GDP 更是明天的发展可能 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对 从长远来看 台湾的整个产业经济的活力 会受到非常明显的影响 我这要补充一句 就是台湾在蒋经国时期 实现经济起飞的 对 所以当时蒋经国时期 配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经贸人才 包括做产业员 做科技 许多后来也到大陆来的 有很多交流的 回头来看历史的时候 台湾的十大建设什么 都那个时候的 国民党还有这么一批人才的 这个民进党很少 就像刚才雷老师讲的 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的基础 没有一件是在民进党手上 做起来的 好 我们再来看现场 还有哪位朋友提问 来 欢迎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吴金哥 是浙江理工大学的 一名大三学生 未来民进党会持续推进 去中国化 岛内的教育体系 舆论体系 政治体系 会继续基于 一中一台的定位运转 我们能用什么方法 来消除其负面影响 请坐 特别担心就是 民进党的去中国化 会越演越烈 因为从李登辉时期开始 你会发现台湾的 亲日的趋势 已经越来越明显 但回头来看 在今年突然出现了一个曙光 就是大家现在有观察到的 像欧桂枝老师 段馨仪老师 跟吴坤才 段馨仪是从2005年 中文教材修改的时候 就投入的第一批的 反对杜正胜克刚的 那这批人他们一直存在 但是过去没有声音 今年的选举 忽然之间他们有了声音 所以我对于台湾长期 会不会有一种民间的 自我更正的能力呢 产生了一个新的信心 因为这么平凡的几个人 高中老师 普通的大学老师 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表示人民之间 家长之间 知道我们如果不认 中华民族的血脉 不认中华文化的道统的话 我们丧失了什么 所以期望大家还是要 对于中华文化叫做 远远流长的这种 长的影响力 而且它是整个台湾 所有移民经历的底蕴 这件事情要有信心 这个我因为第一次去台湾 是1996年 当时虽然李登辉已经主政了 但是那时候你感到是 浓浓的中国文化氛围 无处不在 当时我记得行政院长 郝伯尊跟台独辩论 台独就围攻他 说你这个反对 什么台独是不对的 他说我不是反对台独 我在消灭台独 就当时那个底气 是强的 所以我是相信的 最终一定是台湾 这个根基都在 底蕴都在 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个时间内 我就是用中国大陆的说法 就是两手都要硬 软实力也要硬 现在我们的这个陆剧 这个各种各样的APP 在台湾都非常受欢迎 这是很自然的 不带政治形象的 但是他们通过这里 可以了解更真实大陆 硬实力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那次 罗安江你不是说的吗 你如果台湾 你不承认你中国人 那你就离开台湾嘛 我是要解放台湾 我不是打台湾同胞 我跟外国人在打仗 是这么回事情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今天我们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这个选举开始谈 谈他的选举的结构 谈台湾地区的现状 就是希望让大家更近距离地 通过张老师 刘老师 两位嘉宾的介绍 了解台湾 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聊了那么多次台湾话题 到最后结束雨的时候 我基本上只愿意讲一句话 就是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这是我们最深刻的愿望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 好 谢谢两位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 谢谢大家 再见 了解更多节目文章及音频 请关注这就是中国 今日头条抖音官方账号 以及节目微信公众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